第21届世界杯足球赛明年将在俄罗斯举行 当地时间9号 大力神杯的真身亮向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 俄罗斯总统普京清零驻镇 卢日尼基体育场修缮翻新工程刚刚完工 明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和决赛都将在这里举行 伴随着激昂的音乐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走上主席台 面对即将到来的赛事 普京信心满满 英凡蒂诺表示 世界杯是全球最具标志性的体育赛事 球迷们将迎来属于他们的节日 在前世界冠军巴西球星贝贝托和法国球星特雷泽盖的引领下 大力神杯正式登场 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给大力神杯套上保护罩 而小球员们则纷纷合影留念 从今天起 大力神杯将陆续到访俄罗斯的24座城市 随后还将踏上全球50多个国家的土地 仅在俄罗斯境内 它的总旅程就将超过26000公里 这也将刷新大力神杯在世界杯主办国内寻展的旅程数新记录 感谢观看